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儿子培养的太出色了 我继续给您讲述这个颠覆三观的真实故事 在我的百般哀求下 儿子总算从德国飞回来了 老爸见到儿子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泪来 激动的嘴皮子直哆嗦 可儿子待了才两天就焦躁不安 电话一个接一个 儿子第三天一早就跟我支支吾吾的说得回去了 工作上出了纰漏 我大怒说你这两天就盼着你爸早点走呢吧 不然都对不起你特地回来一趟 是你爸重要还是挣钱重要 儿子很狼狈的说 妈我也不容易 我哭了 我从没有一刻这么后悔过 后悔把儿子托举的那么高那么远 让他再也不能成为父母的依靠 我知道儿子走到那个高度 有那个高度的身不由己 但面临生死 我太需要有个人给我精神支撑了 儿子走后我不敢离开医院 虽然有护工护理 但我生怕一个闪神老伴就不在了 两个外甥怕我身体熬坏了 自发放下家里老小 轮流给老伴守夜 我知道他们都是做个体生意的 开一天店挣一天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只能给他们塞钱 两个外甥都推辞说不要 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我想起自己父母当初说这两个外甥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如今我倒情愿自己的儿子是烂泥 最起码能陪父母最后一程啊 老伴是几天后走的 凌晨三点 最后一刻他回光返照 还死死的盯着门口看 目光里全是期盼 我知道他还盼着儿子出现 但他注定要失望了 老伴去世那一刻也许是心里早有准备 倒没有太多悲伤 拜丧事时儿子回来了 儿媳和孙女依然没有出现 又是一阵心寒 我在两个外甥的帮忙下操办了后事 安葬完老伴后 儿子挨个跟我妹妹一家人握手 感激他们照顾自己的父母 却只字未提如何安顿我 当晚一家人聚餐 儿子才为难的开口说 他在国外看着风光 其实共防养家跟国内没两样很不容易 随后他话风一转说 自己的妈妈就拜托两个表弟照顾了 我被他的不要脸惊的目瞪口呆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父母养老的责任 撇给别人了 儿子离开后我去看老伴 坐在墓碑前叙叙叨叨 心里很羡慕他能够走在前头 自己还能伺候他最后一段 有时候死并不可怕 活下来的人才最难过 妹妹接我跟他一起住 姐妹俩日常作伴 周末两个外甥带着孩子老婆一起回家吃饭 屋子里全是孩子的笑声 烟火气十足 我非常贪恋这种热闹 见着孩子就给C0花钱 我有退休金跟社保 平时里花不了什么钱 钱对我来说跟废纸差不多 人老了 只怕孤独 就这样过了几年 妹妹也定是了 我的儿子一家三口回了奔丧 孙女已经是大姑娘了 打扮时尚满口标外文 跟这个小乡村格格不入 我跟他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只能客气的招呼他吃这吃那 我记得儿子爱吃卤蛋 下厨做了十几个等他吃 孙女看到了伸手去拿 儿媳眼色一粒 用手拍开了他的手 又瞪了我一眼 我心里猛的一哆嗦 我不傻 我看得出儿媳嫌弃我 也嫌弃我做的饭菜 晚上跟儿子聊天 很不解的问他 你亲爸去世了 你的老婆孩子都没回来 怎么小姨去世了 你们一家三口上赶着表孝心来了 儿子有些尴尬说 那时情况特殊 你儿媳妇小产不好奔波 而且这些年来 小姨和两个表弟对你很好 我对他们很感激 我心里总算好受了一些 还算他有良心 这次回来 儿子待的久了一些 不过他住在县城的酒店 想见他一面 还是很不容易 过了几天 村里有传闻说 老村要拆迁 我们住的地方 正好在拆迁范围内 按照我们住的面积 和屋后那篇观赏树的数量 补偿很可观 我被这意外之喜杂懵了 颠着小步去村委会打听真假 主任跟我说 怎么不是真的 上头都下达文件了 这事好几个月之前就有传闻了 我跟你家儿子是高中同学 好哥们 我早就告诉他了 我就像被狠狠砸了一记闷棍 下意识的反问 我儿子早就知道这事了 主任肯定的点了点头 我失魂落魄的走回了家 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 虚飘飘的踩不到实处 我终于明白 儿子这次回来 哪里是为了给妹妹奔丧 他一家分明是冲着拆迁补偿款来的 一周后拆迁文书果然下达到村里 儿子一家跟我来商量拆迁补偿款的事 我说按面积军摊能分到三套房 我要房 不要钱 儿子脸色一僵说 妈 你自己住要那么多房子干嘛 我瞥着他一眼说 我年纪大了 钱攥在手心里留不住 肯定得要房子傍身呢 我自己住一套 另两套收租金 细水长流 儿子尴尬的缩了缩脖子 硬着头皮说 他最近看上了一个项目想投资 需要一笔资金 那我能不能不要房子 要钱 把这笔钱先给他用 我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他这理直气壮的态度给伤着了 我悲伤的看着他说 我跟你爸吃了再多的苦也没亏待过你 我们以为你有出息了 我们就有依靠了 可是你爸到死也没靠着 你的老婆孩子连他的丧事都没出现 你爸走这十几年 你的两个表弟在管我 你压根就没想过要安顿我 现在你们一家子舔着脸来抠我的钱 你们要脸吗 儿子没想到我会如此干脆利落的直接撕下他的脸皮 顿时被刺得惊跳了起来 儿媳更是阴沉着脸 拽起孙女直接转身出门了 我顾不上这么多了 有些话憋在心里多年了 一股脑说出来 心里舒坦多了 我的心曾经也是火热的 可日复一日被儿子冷淡对待 心也就慢慢凉了 以前我以为儿子去了国外 是学了外国人那些冷漠的臭毛病 可如今我才发现 儿子就是自私 跟父母讲人权 讲自由 说自己不信奉国内给父母养老的那一套 可需要父母出钱出力的时候 又希望遵循国内的传统 希望父母对他掏心掏肺 说到底他不是去国外被洗了脑 而是他的根子早就被养坏了 我后悔死了当初只顾的抓他的学习 而没有培养他的品格 才落得晚景凄凉 我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立下遗嘱并公正 我去世后三套房中两套留给外甥 另外一套捐给希望工程 儿子又是说好话又是打苦情牌 我寸步不让 他恼怒的摔门而去 连头也没回 好像撇下的是一块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破抹布 而不是他的亲妈 两个外甥让我放心 说即便不留财产给他们 也会给我养老 更何况现在有了这份遗嘱 他们更有义务有责任把我照顾好 我并没有住在外甥家 而是适得了一番去了养老院 妹妹不在了 我不是他们的亲妈 虽然有亲戚情分在 但我不想把这份情分过早消耗光 他们平时能来看看我 在我大病的时候能照顾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手里攥着房子和养老金 还有两个外甥帮衬 在养老院不会过得太差 至少比把所有财产给了那个白亚狼的儿子 自己什么都不剩下强 我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 这人啊就算做父母也不能太无私 因为你的无私会养大孩子的自私 让他觉得把你吸干榨尽都理所应当 最终的结局不会是天伦之乐 母慈子孝 而是一拍两散 鸡飞狗跳 导演